妈妈死了五年 儿子却始终不愿下葬 她在房间里点满蜡烛 避免尸体散发味道 活着的时候 妈妈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住在海边 为了达成心愿 儿子将母亲尸体搬进了海景别墅 可这天她出去溜湾 两个警察突然闯进了室内 他们不但发现了尸体 还举着火把把她妈给点了 烧母之仇不共带天 远处的儿子彻底怒了 她背着几十公斤的炸药 闯进了一处福利院 准备把现场的人全都给点了 警方接到报警 立马全副武装赶到了案发现场 他们前后夹击 很快便逮捕了罪犯 可摘下面具 发现对方只是个精神病人 真凶此时正在远处 默默观察着一切 警察紧急疏散了群众 金钟照却接到荡害打来的电话 他说自己在现场安置了三枚炸药 如果不想有人员伤亡 就来跟我单挑 你看我点不点你就完了 金钟照听罢 果然上讨 很快 警察便发现了全部三枚炸药 金钟照也在地库里 和朴荡害打得有来有回 两人一个特种兵 一个神功护体 就在警察准备组织收队的时候 江泉九突然听见了孩子哭泣的声音 他顺着呼救来到地下室 穿过层层关卡 却发现声音是从录音机里传出来的 朴荡害一脸坏笑 他知道江泉九最厉害的就上锅 他要让泉九死在自己的超能力下 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果然 女人拿开录音机 发现后面的炸弹已经进入了倒计室 他刚明白是怎么回事 大弹被发生爆炸 伴随着一声巨响 金钟照彻底陷入了绝望 所有人都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故事的结尾 杀人狂嫖荡害成功被捕 可操纵他的背后 是一个更强大的犯罪组织 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江泉九 而是唤醒金钟照心里的那头野生 以上便是第二季里的全部内容 江泉九真的死了吗 当然没有 他还会出现在第三季与第四季的剧情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他的听力却受到了严重损伤 第三季 犯罪集团的幕后黑手即将浮出水面 江泉九和金钟照面对的 将是更加残酷的挑战